一名局役男子神情紧张 小夕奕奕地提着手中红色蹄带走进警局 警人上前询问后 男子将红色的蹄带打开 才发现便宜的塑胶袋里 里面的东西真是不得了 里面有哪些东西啊 用现金金饰 还有纯水那些 它是装在一个塑胶袋里面 男子跟着远警 走进警局里的办公室 将红色塑胶袋里的东西 一一拿出来 里面居然有金项链 戒指 手链 御手镯 甚至还有大把的钞票 存折和印章 你好 是 不好意思 你就是那天找到那个人嘛 他是宜兰三星乡公所 服务17年的清洁队员 陈文焕 19号下午3点多 原本正在掩埋厂 整理回收旧家具时 意外实货 两个铁盒和一个锦囊 里面装的东西 价值大约有50万元 最起来有担保 是这样的啦 做银粉嘛 还记得我七个车的 哦 就是要养你到处就对了 可能吧 适逢鬼月 陈文焕想到当时情景还笑说 可能是缘分 要他帮忙 找回这笔钱财 他这家具不是刚拼出来 应该拼出来这么久了 看到东西的时候 很压抑说 哪有可能会存 在野门场中 捡到的财物 相当于自己一整年的薪水 陈文焕 却没有占为己有 随即通报主管 并交由警方处理 时经不昧 也传为美谈 记者林医生 曹娇仁 已栏报导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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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